这是什么比赛让林刚决胜局毫无状态 3比11大比分落后安赛龙 甚至连发球都直接出界 随后自己躺在地上 露出生无可恋的表情 这又是什么比赛让林当逆转毒关后 轮臂疯狂庆祝 最后还激动的脱掉上衣 这是2015年日本公开赛南当决赛 年仅21岁的当卖星星安赛龙 迎上强大的羽球第一人林当 这 这 这时候的铃铛还处于巅峰末期 头顶进飞区不是闹者王的 首局铃铛惊险胜出 第二局铃铛想偷后场球 结果直接出界 这一分也打破了势均力敌的局面 暗赛龙随后持续提速 中前场不断形成压迫 铃铛的失误也多了起来 搬平大比分后 暗赛龙气势如虹 又在决胜局取得11比3的领先 之后铃铛开始苏醒 先是一记大角度批杀得手 好远赛龙气势如虹 好远赛龙气势如虹 林刚又想偷后场球结果再次反见失误自己都无语了 安塞隆的进攻质量直线效滑 铃铛轰了波10比2比分瞬间平了 队轰了波10比1的招数 队轰了波10比2比3、2比4比4远 林刚的极限防守 安塞隆彻底急了 都开始丢拍王杂技了 安塞隆铺往前的手 追到19平 光剑球林刚毫不手软 杀得安塞隆连反应的时间都没 最后一球 安塞隆判断15 这样一来 林刚在决胜局3比11落后的 博力局面下上演了大逆转 成功夺冠 那是为了 这就是 这个主要是 优优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